我跟楊凡娘這麼好 對 如果我們兩個都是醫生 對 可是她是比如說骨科的 對 我是副產科的 那妳生起來會做什麼 妳要我將來的日子 怎麼面對於妳呢 對 這是個非常 對 你都看過 潘慧如妳聽得懂意思嗎 我聽得懂 妳會嗎 我找完全不會是陌生的 那可是妳先生跟妳講 唉唷 陌生不會問外人間嗎 可是真的會很尷尬 會嗎 會很尷尬啊 如果以後我要跟我老公 跟這個朋友一起出去 也沒有 我們一個禮拜 只在一起吃飯兩天而已 對 妳會覺得不會選擇這個 不會 不會啊 對 可是我們其實 幫很多鄰居啊 幫很多朋友接身啊 對 還是一樣啊 都認識的 早晚還問過 服務還比較好對不對 對 妳說什麼 服務比較好啊 可是不認識的人 至少我接身完了 我以後就 可能不會再跟他碰面啊 其實 陌生就是大家 一輩子的好朋友 一些女性朋友 其實一輩子都討 那我可以 需要的時候再看到妳 不需要一個人家 就這樣 有點尷尬 說的也是啊 如果妳今天是徐醫師接身的 妳碰到他不會尷尬嗎 會啊 會嗎 如果 妳說不認識他 當然不 就是 日常生活不用每天碰到我 對 因為我會覺得他是醫師 所以我在需要他的時候 我來碰到他 我不會尷尬 可是這個邏輯不對 他的邏輯是 左右鄰居都找他 也是有啦 也是有 同學啊 妳同學有沒有老朋友給妳看 就是以前啊 以前 會這樣 會啊 會幫忙接身 還是他不知道妳講 我知道啊 就是同學自己帶來的 那妳們會聚餐嗎 會啊 那不會怪 我們也 趕快去吃早餐都沒事啊 還好啦 女生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不會 可是實際上真的 臨床上真的是會找 但是現在不是身在其境 對 講是這樣講 身完以後 每次跟徐醫師還問他說 那我最近有點發炎 不舒服 我就一直找他問問題 不會是躲開 對 其實就是 是會信任 第一步妳們跨出去而已啦 對 怎麼聊到這裡 來 我們看世界二 來 妳們 恐怖 美國醫師偷排超過7000名女性 病患私密組 這很久以前的新聞吧 結果呢 好像打官司要賠多少錢 50幾 57億喔 聽說他是告那個醫院 那醫院怎麼會理這個事 就像 對 這件事發生在 台北醫院嘛 對 那你 如果這種情形告得了 是可以 還是要連帶責 是喔 就看幾比幾啦 像美國他們都有那種 保險 保險公司會幫忙處理這些事 對啊 你不要說告我 現在大家沒有在官司之前 大家都說他醫療系統是賠錢的 對不對 那你這告下去不是醫療的癱瘓 對不對 告個50幾億還得了 賠不完了 對 我們徐醫師剛剛有提到 病人要主動溝通嗎 對啊 事實上其實在 不管是在做內診 或是剛剛說去乳房檢查 事實上 有時候醫生是會很善意 比方說我 我檢查看到你子宮 我穿不知道了 我那一天子宮很漂亮 我內診的時候講說 子宮姐很漂亮 真的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說 對 我上一次做這個 對 就是抹片的時候 因為那個婦產科醫生 是我好朋友 可是她是女生 可是你要知道她就是說 她是隔著簾子 可是外面有別人在 就是說其實 隔音不是那麼好 然後她就在一邊幫我做 就開始聊天 我就跟她講說 妳現在可以不要聊天嗎 她說不是 我是要告訴妳說 妳的軟子儀 妳這個年紀看起來 現在還很漂亮 妳知道嗎 我就覺得外面一陣那種這樣 打筒 就尷尬了 所以妳覺得這樣是不舒服 不是 我就覺得不要誇獎 誇獎那裡這樣 對 她那個很奇怪 對 妳跟我講說 長得不錯 對 長得不錯 還很正常 很健康 事實上每個人 對這個延遲的反應不太一樣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說 也許某些話 你覺得是 或者是 事實上你可以跟醫師主動來提及 說你這樣講 我會覺得不舒服 所以這個也可以 大概一個小撇步 就是說我們病人主動說 讓醫病溝通更順利 對 就是不要說 就像剛剛一樣 你就覺得說 醫生我高高在上 那我做什麼 我都不敢去違抗他 事實上 現在是一個溝通的時代 還是要彼此做 身為溝通還比較好 對 對不對 要溝通 對 可是每個人都會有情緒 有時候看幾十個病人也會累 對 就像我們做節目做到第四地土集 也是有點 對 但是我們EQ好對不對 對 結果沒人說我子宮很漂亮 大家我就是被嫌棄的狀態 為什麼 因為我有一次也是 就是因為在體檢 然後去給醫生做 他也是要做促診這樣子 然後他就把我那個扶起來以後 扶起來以後他就 就發出了一個 整個那個聲音 嚇到 我就想說完蛋了 我是不是 什麼出事 他把眼鏡戴起來 然後開始拿那個小鑷子 開始幫我那邊夾東西這樣 然後我就說 醫生怎麼了嗎這樣 醫生我有想到這樣子嗎 你再講 鑷子都出來了 他就開始幫我在那邊夾這樣子 他說 怎麼那麼髒啊 有什麼白白的東西這樣 我說白白的 但是我會不會是發炎 還是什麼這樣子 結果後來仔細才看 是那個衛生紙的穴這樣子 因為我上一個是去尿尿的時候 有用那個衛生紙沾這樣子 瓜哥沒有 有時候他那個其實 那個醫生他應該是想要 確定一下是一種 就是黴菌感染 陳志佳醫美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防偷拍宣言 醫病同心 共創美好未來 或者是說髒東西 所以他會戳戳看 但是如果他戳了5分鐘 還是10分鐘 就比較奇怪 他是整個幫我戳 戳得很乾淨這樣 戳得很乾淨 對 他應該是有潔癖的醫生 戳得特別乾淨也滿奇怪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 看男生私密處的時候 大概會點一下 會幫病人就是講到重點 不會說就是 所以 導養一下 對 順便跟 這個醫師講話這樣 還不出插作 真的 順便跟那個大家說一下 就是其實我們有時候 如果說覺得自己本身上 有些不舒服的東西可以主動反應 可以讓醫生清場 比如說什麼 像我們有時候會遇到 男性一些比較私密處 他要做一個整形 然後他會就是跟我們講 這時候我們不能說 那你說你這個興奮起來的時候 會歪30度 那請現在馬上興奮一下給我看 不太適合吧 那也不能說 那這是請我們診所最漂亮的護士 幾個進來一下也不行 所以這時候其實 就是病人可以自己照 就是說第一個 先準備好一些照片 如果說你是要表現出 你的一些比較隱密私密的部位 直接就可以先跟醫生討論了 然後第二次如果說 這個只是光討論照片 還不行的話 你甚至可以跟醫生講說 但問醫生其實是OK 可是這是醫美科嗎 聽起來像泌尿科 醫美跟泌尿都是一樣 比如說像我們要做抽籍的時候 醫生全部脫光光 他在身上畫線 這時候畫都可以配合清場 比如說就算旁邊 只是幾個女性的護士 有時候病人 他還是會覺得很緊繃 可是不能清完 你總要留一個吧 對 就是剩一個 對啊 如果怕很多人 還是要留一個 對 請教一下 在動手術過程 在麻醉房是 沒無菌的 對 那可不可以家人說 不放心可以進來看 那不行 不行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一般人的無菌觀念 不會像醫護人員這麼好 對 可是那個人都已經 病患都已經都昏倒了 客戶都昏倒了 那你怎麼能保障他的 他的無菌觀念不好 所以我們怕萬一 比如我們在開刀的時候 然後他可能一個咳嗽 或一個觸碰 然後造成之後的一個感染 所以你看 你去做醫美也好 去檢查或開刀 你要對他完全百分百的信任 對 現在生產可以開放先生進來嗎 常常生完 第一個崩倒的是先生 對啊 我知道 所以其實進來 還是有這個問題這樣 生產先生進來 也是問題比較多 有時候他不曉得什麼 其實我們醫生 在帶學生的時候 有時候學生都不小心 因為他可能踢到電線 電都停了 對不對 所以外人進來是更危險 然後頭髮掉了 什麼這些都沒有辦法掌控 我有一個案例可以分享 其實我們婦產科 就是私密是最緊張的部分 那像不只醫生 護士也是要很小心 像之前同業就有說 護士A在問護士B說 下一個客人是什麼客人 下一個是什麼病人 然後他去準備東西 然後他很大聲回家說 下一個吃RU的 那人家就尷尬了 那叫號叫32號李小姐 這吃RU的 全部人都在看他 所以RU就是我們 RU就是一般 那個瘦胎藥 另外就是說 像我們有現在不孕症 男生也會取經 那男生在婦產科出現 就已經是很緊張的狀態 那他取了經液以後 這個經液 他要在重 可能旁邊還有一些 都是女性的病患 只想拿出來 然後要保溫 所以首先要拿著 然後從一個小房間走出來 其實大家有時候有會講說 這個到底是什麼 那有時候比較高 就是男性的客戶 他就會說 那個可不可以幫我清場一下 那我們就盡量達到他的需求 這樣子 我這些都很小心 來 心裡 Julie打麻藥現幻覺 盡肖想順便做整形 我去做所有的草胃進去體檢 那一次的狀況是 當我起來以後 我有片刻式的失憶 我醒來以後 我第一次就坐牢說 快 給我雙一點皮 什麼位置 你到底誰意思裡有多想歌 呼吸說 我不是這個 我們不做這個 然後我就說 你